中国捐款最多的七位明星 他们做到了真正的得意双心 第一位 成龙 成龙大哥对于慈善总是首当其冲 他在2008年时成立了自己的慈善会 据统计捐款数额已经过亿 大哥还曾经说过 财产不留一分钱给房祖民 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第二位 黄晓明 黄晓明在成民后没有忘记回报社会 每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都会率先做出表率 在捐款捐物的名单中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慈善是一种习惯 更是一种态度 而对于黄晓明来说更是一项事业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第三位 刘德华 刘德华多年来热衷慈善事业 据了解每年捐款均超千万 至今已捐款超过一元 他一直秉着诞行善事 莫问虔诚的原则生活 这应该就是为何 到今天喜欢他的人还是那么多的原因 第四位 韩红 韩红每次在公益节目当中 都会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公益活动 而且自己私下也一直帮助一些困难人群 但是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炒作 不过这么多年以来 他凭借实际行动 赢得了大家的一纸好评 第五位 周润发 发哥由于没有子嗣 他决定在自己百年之后将56亿资产全部捐出 用来帮助那些困难的人群 他这种寄若扶贫的精神令人敬佩 第六位 李连杰 李连杰自设立一基金以来 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目前一基金应该是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多年来救助了很多人 第七位 谷天乐 谷天乐多年来 在内地偏远地区捐建小学的是被广为称赞 不过谷天乐本人对此却十分低调 从未向外面透露具体捐建事宜 这件事也是近几年才被人发现 虽然谷天乐平时接了不少烂片 但是从来没有人骂他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赚钱建学校 你最喜欢哪一位明星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